两名男大生身穿羽衣脸上戴着黑色口罩 在夹娃娃机店内走来走去 下一秒粉色羽衣男大生蹲下来拿出后背包 手伸进取悟口 大把大把将刚得手的百条护手霜装进包包中 难道是遇上夹娃娃机达人 原来是男大生多次投钱 想夹护手霜不成 愤而大地摇晃用屁股撞鸡排 导致百条护手霜如瀑布般掉落 日前两名男大生逛完夜市 经过位于永平路上的夹娃娃机店 想试试手气投币投了四次 却都没有夹中 一气之下用屁股大力顶机台 百条护手霜撒下来 价值将近两万八千元 台主调阅监视器气炸了 赶紧报警带人 警方以车追缘 两名大学生表示 并不知道这样是违法行为 只是想要泄愤 护手霜意外调出 可能要劝举他吧 劝指他说不要这样子做 就是说会那个 会不哑观啊 就是说对于台主也会不好意思 虽然一时无知 也与店家达成和解 赔偿店家损失 不过分 刑被监视器全都录 罪证确凿 警方最后仍依窃到罪 将两人含送法办 记者姚立强黄丽砖 新北报道